一個百花齊放的花園,一片清脆肉滴的草地 如果沒有這些雜草,就完美了 你是否這樣想? 大家好,我是Leo,今次就說說草地上的雜草 究竟什麼是雜草?是這些還是這些? 那這些又算不算? 還是這些才是? 其實所有你不想它出現在那個地方的植物就是雜草 不一定真的要是草,可以是花,可以是樹的幼苗 用英文weed這個字應該就貼切一點 那為什麼在草地上會有雜草? 籠統一點說,物敬天窄適者生存 強中自有強中守,一山環遊一山高 又不用交租,又不用給首期 如果地方適合生長,那老虎蟹都霸了它來住 對不對? 但你有沒有想過,可以成為雜草生長的地方 其實是不是有什麼特別? 一塊健康的草地是可以靠它們自己來抵禦雜草的 它們一開始就可以將陽光遮住 令雜草的種子想生都生不到 生到都生不好 所以雜草可以生出來就是告訴你 你的草地究竟有什麼問題 例如見到近路邊的草地很多這些Crabgrass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走過 或者被產草機滾過 甚至是有些車產過 令到泥實了,草自然就生不到 就會被Crabgrass這種容易在表面泥土生長的植物佔領了 如果你不放一些泥,只是撕走它 就算你再下草種,很快又會被其他植物佔領 所以雜草就是一個指標 它會間接告訴你有什麼問題 究竟是泥的酸鹼度偏高還是偏低? 排水度夠不夠疏爽? 泥的結構是太充散還是太過結實? 是不是缺少了某樣營養,還是某樣的礦物質過多? 你聽到它們想表達些什麼 你就隨著這個方向改善泥土質素 令到草地上的草可以更健康成長 所以清除雜草之前,首先就要認清楚它是什麼 就用蒲公英為例子 黃色的花或者一看就知道的種子 就很容易辨認到 沒有花沒有種子的時候 就可以認它長闊鋼齒形的葉 蒲公英的英文Dandelion 就是源自法文 就是解獅子的芽 不知道有沒有幫到你幾 而它的存在就是告訴你 你的草地不是很夠鈣 或者酸鹼度偏低 令到這塊草地成為適合它生長的地方 那就只需要加些鈣 或者石灰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了 大閘草是不是真的阻礙地球轉的混蛋? 或者你當蒲公英是草 其實整棵都是寶 它的葉可以生食 它的花都可以生食 而且可以抗氧化之餘 還可以用來做糖漿或者用來釀酒 它的根因為夠長 可以把深入泥土底層的鈣 和其他營養帶回表層 還可以沖水喝 有太陽神清熱的作用 而在生態學上 蒲公英是春天最早開花的植物之一 為蜜蜂和其他昆蟲提供食物 由底層影響整個食物鏈 給大家一個例子 三葉草 Clover 雖然不清楚是否只有四葉的三葉草 的花魚才是幸運 但如果你草地上面有三葉草 我其實都覺得很幸運 草科的一份子最出名就是Nitrogen Fixation 即是可以將空氣的鈣 轉化成植物可以用的鈣 不容易流失 又不會影響泥土酸鹼度 除了省下肥料的錢 還可以減少草地 因為鈣過多而引起的疾病 其實是草還是補 都是看你由哪個角度看 或者看完這一集 你可以有一個新的角度 看看有什麼才是斬草 草地的確是一個不錯的Ground Cover 不過還有其他植物可以選擇 今次講到這裡 如果有興趣想聽多些 就記得comment,subscribe和like 下次再講 拜拜